我也跟往常都在聊一下哈哈都沒有寫到誠事 所以我本來上午提的是說就是要突破同溫層 然後想要找出比較低對立的主題來 然後早上的想法是說想要建立一個界面 就是說我隨機給大家 大家鄉民都可以來參與 然後都會隨機給你兩個新聞標題 然後你從這兩個標題 用你個人感覺覺得 他的哪個對立性比較強 哪個比較好討論 跟哪個比較有社會價值 然後透過我們可能蒐集個100個200個 或很多人的意見之後 我們就可以整理出 就是哪些罪易指數比較高比較低 但是後來經過討論就覺得 這樣的做法不一定有用 因為有可能到最後 對立指數低的都是八卦新聞 那這些好像都是沒什麼社會價值 沒有什麼討論的價值 所以但是後來有討論到有一些話題 例如說有一個主題是最近的那個燃料稅 水油本來是由CC數徵收 就是你車子多少CC就收多少錢 然後但是最近就是在舊影上面 有人連署說要把它變成水油徵收 因為水油好像比較合理嘛 應該用多少油就付多少燃料稅比較合理 但是交通部又認為說 其實他們最後嚴厲 結果是覺得要用水里程這時候比較好 那原因是因為 就是根據法條 其實燃料稅是要拿來做道路養護用的 所以他要用水里程這時候 那這個議題其實蠻多層面可以討論的 那感覺這是一個蠻適合跟長輩切入 就是說 因為這個東西應該沒有什麼意識形態 跟統獨問題 而且開車的東西可能跟長輩也蠻相關的 所以應該是個可以討論可以切入的議題 然後他們也不會就此排斥 所以或許接下來就是這個平台怎麼樣能夠找到一些 跟大家切身相關的 然後又可以讓大家討論 並且平台可以提供下各個面向可能 為什麼大家支持 為什麼有反對的理由 然後就此來讓大家回去 每個禮拜都練習跟長輩 就從裡面找個話題回去聊 然後聊久了之後長輩就很習慣說 原來我們可以從法律 可以從不同的支持者的面向來討論 那之後就可能可以議題就越來越難 譬如說到統獨啊 到廢死啊 到核能啊 什麼的都可以 希望以後就變成一個能夠更加對話的社會 好 所以這是一個部分 那另一個部分是 前幾天有看到有人提到說 就是在處理選舉之後 是遇到很多人民的問題 那所以我這邊我可能 我接下來過幾天會想要做一個計畫 叫做一體制人民處理方式的一個 最佳處理方式 就是一個 可能做一個線上工具吧 那目前我做法是我有先整理 就UNICODE裡面其實有把一些文字的那個 它的相關性有一個對照表 例如說像它有對照表包含的那個 Semantic Virus 就是說它的是語意相近 然後它其實是有相關的 或者是說它有Tradition Virus 就是它是減反轉換 或者是有反減轉換 或者是有一些那個古字跟現代的轉換 所以其實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像是減台反台啊 或者是一些那個上下的 上下均洋的那個群跟上下風 山風的風有分左右版跟上下版 其實都可以透過這個對照表 去把它確定它是同一個字 所以就是接下來我想要做一個線上工具是 就是我透過這個對照表做一個線上工具 然後你可以把一堆的人民列表丟進來 然後我幫你把它做成一個 就是統一化的一個人民工具 所以你就不用怕說它人民 因為那個每一年登打的人不同 然後寫法不同 譬如說群它本來是左右群變上下群 然後就變成你以為是不同人了 但只要透過這樣對照表 是有辦法做到實施判斷是同樣的名字的 那這個可能是我接下來會做的事情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Slack上一起討論 好 所以以上 但要算是接下來的 あり請可以進來 完美 很尷尬